各位知道吗? 起初上帝创造人时 是给我们完整的安息和平安的 但是在人犯罪跌倒后 就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不但是物质上的祝福 或是健康还是人际关系 其实人失去的更是心灵的安息了 一个没有安息的人生 就是一个看不见圣灵引导的人生 这样的生命是只有按着自己的意念 和有限的力量来活 所以成天不能从神得安息 但是一个可以在主里找到安息的人 是时常享受到神的同工 和神为他所安排的一切的 各位,我们人要得安息 是跟动物不一样的 动物是只要有的吃喝睡 他们就能安息了 但是人是有灵魂体的 即使有的吃睡 但若我们的灵魂不得填满 那我们还是不能得安息的 其实我们是只有在安息日的主 就是耶稣里面才能有真安息的 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神的 马太福音十二章八节 因为人子耶稣是安息日的主 各位你今天感觉很劳苦吗 若是耶稣邀请你来到他那里得享安息 劳苦不一定是指 我们应干很多粗重的活而觉得累 也可以指我们应罪的重担和控告 或是应太过靠自己来达成理想 或应费尽自己的力量来多做善事 以换取救恩 或是应很努力寻求真理 但总是寻不见等等而感到劳苦 那我们如何能在主里找到安息呢 若要恢复安息 我们需要先发现神真的爱我们 人是要被最有能力的上帝爱 才能安息的 当我们发现神是爱我们的时 我们就不会太过的担心 或是自卑自己的什么条件 因爱我们的神 必会让万事互相效力 当你能信到神带领你的出发点是爱你时 你就能安息了 另外 我们要有安息 就是要恢复确据 我这一生所需用的一切 神都会信实地供应 这世上有很多人不能安息 就是因为常担心明天够用吗 常挂虑自己想要的婚姻 工作 经济等会来吗 但当一个人意识到 原来他所需要的一切 神都会在最美善的时间里供应 那这人就能安息了 第三 人是要得到永生的确据 才能安息的 人多少都会担心未来 也会怕死 但如果一个人 知道他是永远不会死 而且能永远幸福 那他才真有安息的 而人是只有借着信靠耶稣基督 才能得到这永生的确据 这样的人甚至到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也能有平安的 因为知道自己会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就是天堂 所以在这永恒的确据里 基督徒的明天必定是更好的 第四 安息是从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来的 没有一个人是能满足于 成天做无意义的事的 人需要看到 他今天所做的 是与天国有关联的事 他才能安息的 我看有些人 他们时常换工作 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 总是在忙一些 无意义的事 所以让他们觉得 不能安稳地留在 那样一个蹉跎岁月的工作里 同样的 我们如果不知道 我们今天读书 工作 结婚 生孩子 过日子的理由 那我们的灵魂是不能有安息的 因为一直想要寻找人生意义和满足 却找不着 但当一个人接受 耶稣 并成为了神的儿女后 同时 他的生命的意义 是与天国连接起来的 他的人生所经历的一切成败 一切的条件 都是为了高举耶稣 把人带到真神面前 寻见这生命意义的人 才能真有安息的 第五 安息是来自顺从的 当我们所说 所做 所谋的 都配合神的心意时 我们便能坦然无惧地相信 神是喜悦我们的 而神的喜悦 便会带给我们安息了 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 也说到 耶稣的恶是容易的 他的担子是清神的 这意味着 虽然在耶稣里有安息 但也有担子 这担子就是顺服的担子了 各位 不要误会了 耶稣给我们安息 不代表我们就可以 免去挑战和挣扎 相反的 我们知道 跟从主是要全人为生 是要对付自己的罪性 对付邪灵的 而并不是安安意义的放纵情欲 来过一生的 但若是这样 又怎么说这是容易的 清神的呢 因为我们人虽然软弱 但主却是刚强 所以顺服和成圣虽难 但耶稣会给我们能力 顺服得了 所以耶稣的恶是容易的 那最后 安息是借着时常与神交通而来的 一个祷告失败的人 是不能有真安息的 因他听不见神的事实和慈爱的声音 反只听见邪灵的暗示和世界的声音 但是一个时常与神亲密交通的人 他的心怀意念是蒙保守的 甚至有时他顺服不了 或是忘记神的应许 或是失去信心时 他也能借着祷告 再次找回顺服的力量 信心和平安 弟兄姐妹 今天你的心灵有重担吗 你的心灵会满足吗 耶稣邀请你 今日就进入他的安息 耶稣是安息的主 只有在他里面 我们才能享有完整的安息 盼望这样的安息 今日临到你们的身上